大家好,我是刘欣,感谢你们来听到我的频道。 谁更安静,谁更乖巧,谁更懂礼貌。 在日复一日的比较里,背负着不该背负的压力。 大一点的时候,我们已习惯自己与别人比。 比谁的工作好,谁拿的工资高,谁更好看,谁更有钱,谁的生活更精致。 因着种种的比较,生出了万千不定的心思, 一次次打乱自己该有的人生规划, 去追逐那些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。 最终越来越累,迷失在追逐里,忘记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魅力。 总是想和别人比较,只会让自己活得越来越不像自己。 有时候,我们往往因嫉妒而去攀比。 不知不觉就开始追逐一些本不需要的东西, 和自己原来的方向背道而行。 何必去羡慕别人拥有的东西,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 有不一样的追求和目的。 与其时刻看向别人, 不如沉下心来审视自己, 过好自己的人生。 默默积累, 提高自己的实力。 别让别人的标准打乱了自己的轨迹。 既然已经做好了选择, 就脚踏实地地走属于自己的路。 终有一天, 你不需要和别人比较, 就能体会到成功的意义。 我是依禅, 每晚八点在这里等你, 希望依禅的话, 能给你带来一些温暖与平静。 晚安。 。